作法比較積極、比較靈活吧 因為傳統上來說 版權代理是一個相對被動的行業 以前可能台灣出版社會買國外書的指標 是去看紐約斯報排行榜 或者後來看亞馬遜 看到他已經出版以後 有實際的成績了 才來考慮 他不會去買 很早就寫下一本書 因為中文書訊就是寫的還蠻多代理會學 但是那個裡面的我覺得美角非常非常多 不是說我去類比就好了 就像你剛剛講的 今天國外他可能講某一本書 他說他像他比較具有四個 比如說史蒂芬金 然後像《列車上的女孩》 然後像什麼什麼四個 可是你要去分析這四個東西 因為他可能台灣 比如史蒂芬金台灣沒有紅 或者說《列車上的女孩》大陸沒有紅 所以你推台灣的時候 你可以講說這個像《列車上的女孩》 但你推大陸的時候 講《列車上的女孩》沒有用 因為他們根本不會看 然後你還要去查 把這本書在台灣的藝名跟在大陸的藝名 不一定一樣喔 常常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你那個寫的是非常精準客製化的 你跟誰講什麼話其實是 那個不是那麼簡單 對對對 然後我也不是說這個就是什麼加什麼 我可能要講 他像是這個的文字風格 或是這個的愛玉舊格 或是加那個的什麼什麼什麼 這不是沒有那麼簡單的啦 這幾年的話像《羊毛記》我就蠻喜歡的 因為他是那個出版社《鸚鵡螺》嘛 他們是那個是一個藝者開的 然後這個藝者陳忠生他當 我跟他認識已經是七、八年前了 當年是因為他犯了那個《時間迴旋》 那《時間迴旋》是一本 國外得了余果獎的科版小說 然後我們那時候讀就覺得說 這個書其實蠻適合不看科版小說的人也能看 它是一個蠻主流的故事 當年他們出版社就把它包裝成一本主流的小說嘛 就大賣他成品《排行榜》第一名 那就跟這個藝者後來就很熟嘛 就認識了 然後他自己開出版社 我們就常常在聊說 哪一天我們再找一本這種 就是是科幻 但是你可以把它做成主流小說的作品 但是一直沒有碰到 然後後來直到我看了《羊毛記》 覺得說這個書非常非常適合他 他開鸚鵡螺的其實初衷是 他自己有很多心目中的夢幻經典書單 都沒有人出 可能都老書 那他自己開出版社都說 好那我自己來出 所以其實他根本沒有打算要追 現在性的 國際上的一些新書 他就是我這些夢幻的書單 就我做一輩子都做不完 我根本沒有必要去看新的 所以在那個之前我發一些新書給他 他根本不看了 那羊毛記到時候我還是發給他 我說這個我覺得你很適合 讓我想到當年的時間迴旋 那他就看了 看了之後然後就真的決定 第二天就決定簽下來 然後簽了之後就打賣 所以像我覺得這種是最有成就感的 因為真的是你看 不只是說你專業的判斷 還有說我因為跟他認識夠久 我可能你看我認識七年 我只講這句話我只會講一次這樣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上一次面試那個非文學的 我們就說 我就說你給我履歷嘛 履歷自傳嘛 然後呢你如果有你寫過的 不管是書訊或是文章或是心得或是什麼 你覺得可以加分的 你就都一起附上來 結果有一個人就寫信來了 他寫的是說 我分析時代雜誌年度十大好書 十大非文學好書的書單 然後說這個書單裡面說我一本沒看過 但是呢我根據網路上的資料 我來試分析質這樣 然後欸講的有模有樣啊 沒看過 對啊可是其實我們非常非常需要這樣子的能力 你沒有看過 但是你要能夠很快的去蒐集資訊 然後你要大概下一個大概的判斷 然後你要給出一個意見 對 那他沒有看過啊 可是他寫這個出來就立刻跟別人不一樣 後來我們就錄取他 我們的招人其實我講的是膽大心細 不只是細心 但是膽大跟心細兩個人 兩件事常常是衝突的 就是呢 業務性格的人通常是什麼 他很敢衝嘛 然後不怕嘛 神經比較大條嘛 神經大條是什麼 初心啊 那我們這個 但是我們又 你說是業務嘛 又不完全 因為其實我們大部分時間是在公司裡面的 我們其實不是那種真的整天在外面跑的 所以我們有大量的時間是要處理 文書上的這種瑣碎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就需要細心的 你要一清二楚嘛 你要知道說每一本書的狀況嘛 然後那你跟他開會一談 你就說那本書現在什麼狀況 那你說什麼狀況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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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他講一個 然後就說那個是什麼 他說我明明就發給你啦 你為什麼都不知道這樣 其實就是 其實真的就是每一個環節 你都要做得 比人家更好就是這樣 為了 你 你 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